大家好,我是彪彤 專門介紹一些特別的手錶 今天又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呢? 今天真的要用心去慢慢介紹給大家看 因為我覺得在近年的機械錶 以性價比來說 我覺得相對特別的 特別的地方呢 先說說外型 外型已經不是傳統方形或圓形的手錶 這個叫什麼型? 一個盾型 盾型也形容得不錯 旁邊這個位置 把錶身扭空 變成結構性看起來更豐富 是啊 外型設計已經夠特別 錶殼設計也相當複雜 我待會再介紹給大家看 你看到這些位置是很立體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不是一體成型的錶殼 它是有很多建設計 我待會再解釋給大家看 通常不是一體成型的錶殼 看起來的感覺就會高級 扎實很多 因為很多高端的瑞士錶 錶殼 比方年才算 它那些錶耳 錶的霸壁 上面的格 都不是盯出來的 而是逐件逐件 用螺絲箱來陷 你變成一個這麼細小的錶殼 有十幾件零件去砌出來 很豐富 這次的外形 除了做到像高端瑞士錶 那麼精緻 另外去看時間 都相當特別 在前面看的 是嗎? 在前面 前面開了窗這個位置 對 如果這樣看一看 當然 有一班錶 有深水清 一看就知道怎麼看 是否真的一看就知道 我覺得 都要用時間去適應 很簡單 適應了之後 我覺得很簡單 但是 開頭看 會覺得很特別 為什麼會這樣 那你先解釋一下 我先解釋一下 下面是時 上面是分 但留意的紙時針 是0 3 你要記住 下面的就是時針 你猜3是甚麼 你猜3是4 4 是4 不是 現在是6 那怎麼搞呢 那6之後 你猜又是甚麼 9 9 真的9 我也推算到 但它是怎樣看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好了 分分鐘 相對比較簡單 我們看看上面的箭嘴指著 現在是20分 OK 我先去這裡 這個容易一點 下面我剛剛說的是小時 現在是3點15分 哦 一直走 3點半 3點半去到哪裏 0.5 這裡 3加0.5 就是3點半 是吧 好了 再走 轉眼加走去 4點 4點會去到3 加1 有趣 如果4點半 那是怎樣 4點20分 4點 好了 看到3點4點20分 是 就是4點20分 其實看上去又不難 明了就很容易 明了很容易 現在幾點 大概 你一看就知道 5點 5點 要看準一點 5點 幾分 5點08分 快要10分 如果要看準一點 看上去就可以了 對 這樣看就知道 如果你不需要很準 看到幾分 大概看幾分 現在大概幾分 現在就是 有心思 這個設計 就是5點半 對不對 沒錯 那不是只有樣子 設計有想過 是的 設計師對於 看時間 但這個做法 不是很簡單的 其實他要做到 反過來 每一個小時顯示出來 行盤就可以了 行盤有個箭咀 好像分分鐘一樣 就可以做到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 其實呢 阿Bio和自己都很大 看到啦 換了個圈 這麼漂亮 每一次看時間的時候 都會 比起我帶其他手錶的時候 多了一份 覺得 挺高人 有時候玩手錶就是這樣 是找東西來玩的 是的 即是覺得 這件玩具是 買了這件玩具 而這件玩具 是帶到一種 挺有趣的感覺 我覺得他做了 除了看時間 還有什麼呢 看時間的特別之外 剛剛我們說了 錶學的外型 其實這裡有很多件 組裝了 我覺得他可以 換配件 這個 是花了很多心思 首先 就這樣說一說 先把手錶放進去 你看到這裡的按鈕 一按這個按鈕 兩顆生意就會縮進去 這個設計真的不簡單 它不是普通 換錶帶 那類型的手錶 它有一個入筍位 相對來說 一拍了下去 就進去 我在一些比較昂貴的手錶上 都見過 例如艾美 都有這個設計 如果我們買來講 很多瑞士 貴價手錶 開發都會 扔成本去做 就會這樣去做 但全部都是上萬幾二萬元的 基本上一定是 中高端的瑞士手錶 如果說 幾千元的品牌來講 這隻做到這樣 真的相當之不足 因為它不是這樣拆 你做到的位置很合適才好 不如我給你看看 我戴的那一隻 其實是這一隻 那你每個圈都可以換 如何換 兩個按鈕 一按 這個殼就可以拆出來 很方便 標滴都可以換 一按下去 一拎開 標滴都可以掉出來 即是換完就可以拍到你的一隻 對 我簡單一點 我純粹配了一個 碳纖維的標圈 它還有這個 碳纖黑色的版本 都很漂亮 對 標迷就擔心 會想一想 有部份的標迷 喜歡看它是什麼機心 它會用日本 米歐塔的白系機心 相當安全 有夠力 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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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看銀殼的邊 是 是 是 會拍得很清楚 銀色更清楚 黑色有時候看得不太清楚 挺漂亮的 結構 坦白說 我自己戴著 我覺得這隻標 給予一份高級的感覺 這隻錶不是很貴 但我戴著的時候 也有給我戴名錶的感覺 幾百萬那些我沒有 十幾十萬那些也有一隻半隻 戴著的時候感覺真的不失禮 有興趣的朋友真的下來門市 玩一下 尤其是一班知識的錶迷 如果有玩開名錶 看開、賴開 你們可以下來看看 打玩一下 這隻錶的定價算不錯 正常這幾隻顏色的版本 都是賣4680 炭籤的就會比較貴 炭籤的就會比較貴 買完這隻錶回去 想換配件 遲一步就會推出 到時候你想 像我這隻 配銀圈 配黑圈 配碳纖維圈 配金圈 都可以 那就可以變身 我覺得我這個炭籤圈 很滿意 配上這些銀色也可以 配上黑色殼的也可以 我也是喜歡你配上的 全黑 全黑這隻 我覺得都相當帥 對 整個跑車 有興趣的朋友下來看看 有興趣的朋友 真的要給我們一個讚好 日後再介紹 更多不同的手錶 給大家看 謝謝你們